卧龙凤厨 得一可得天下 当时的刘备将这两个不是出的奇才都得到手了 可惜凤厨旁统在洛峰坡处被乱箭射中意外死亡 不过凭借着诸葛亮的奇才 刘备还是迅速从一个四处寄人篱下 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人 成为了雄剧西南割剧一方的诸侯 我们都知道诸葛亮是一个不是出的英才 河图洛书 鬼谷阴阳 奇门遁甲都会 可以说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其发明的牧牛流马 诸葛亮连奴就是放到现在 其构造特性与设计思维也是让人惊叹不已 其实除了上文提到的这些知名的东西之外 诸葛亮再无意间还有一个发明 这个东西不仅在危急时刻救了十万蜀军 就是到了现在 交警们也经常使用 到底是什么发明呢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诸葛亮的那些发明 天下三分以后 三国势力在大体稳固之下都有一些小摩擦 后来吕蒙明修战道暗渡陈仓 关于大义失了荆州 还丢了脑袋 随之而来的是张飞也被属下害了 短时间痛失左膀右臂 痛苦又震怒的刘备召集七十万大军进攻东吴 却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 最后命运白帝城 实在是可叹 在白帝城的时候 刘备将刘善托估给了诸葛亮 诸葛亮感怀县帝之予之恩 对刘善也是忠心耿耿 鞠躬尽瘁 诸葛亮一直没有忘记刘备的遗愿 那就是心腹汉室 还于旧都 所以待蜀国国力稍有恢复时 便举兵伐位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 也是他最后一次北伐的时候 曹瑞派司马懿率大军抵挡 司马懿可谓是诸葛亮一生的宿敌 因为他知道诸葛亮背后的蜀国 地处西南 物资贫乏 人力稀薄 而且初属越骑山 远道而来 达不了持久战 而且从另一个方面 司马懿也很有自知之明 那就是知道自己肯定达不赢诸葛亮 所以最后的办法就是死守 不出面与诸葛亮正面对抗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的时候 身体已经大不如前 多年的劳累 其早已是游进登枯 在两方对战期间 司马懿早就派赤侯 打探好了诸葛亮的身体状况 知道其命不久矣之后 更是闭门不出 很不幸 不久之后 诸葛亮就在五丈元病逝了 诸葛亮最后知道自己的生命垂危 也早就料到 司马懿会在他死后领军前来追赶 就在临终前发明了一个误件 并精心布置了最后一场妙局 不仅令司马懿的大军受挫 同时也拯救了蜀军的十万大军 当时诸葛亮下令在自己去世之后 不要泄露自己离世的消息 并安排三军悄悄地撤回汉中 鉴于之前与诸葛亮作战经历 司马懿也是疑神疑鬼不敢轻动 等回过神来 发现五丈元早就没有蜀军的身影 司马懿立马判定诸葛亮已经去世 赶紧命令大军火速追赶蜀军 司马懿显然是吃亏没吃够 没想到诸葛亮还留了一手 原来蜀军撤退的时候 诸葛提前安排好 让人在卫军追赶的路上 洒满了扎马钉 这种扎马钉使用铁刺构成 非常锋利 司马懿的大军急于追赶 并没有发现路面上的暗器 前方的队伍被扎马钉伤得非常惨重 司马懿自然不能被小小的马钉阻拦 便赶快组织了一个千人的赶死队 穿着木制的鞋子 继续前进清理路面上的扎马钉 然而 这样前进的速度就大大受阻 等他们再次前进了一段路 发现早已看不到蜀军的一兵一卒了 除了扎马钉 司马懿的计划再度落空 对于诸葛亮的谋略不得不佩服 称他是天下奇才 而诸葛亮发明的这一扎马钉已演变成了现在的路障 在交警的扎法工作中还常能看到 就是这么一个诸葛亮死前发明的物件 救了蜀国十万大军 几千年后 交警每天还在使用 一个发明不仅在当时能救命 还能延续到现在派上作用 可见诸葛亮的智慧真非常人可比 诸葛亮是其忠诚和智慧余一生的人物 无论是在历史上的三国时期 还是在三国演义里 都给中国传统文化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诸葛亮自孔明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核心人物 前半生过着隐居的生活 自从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后 其在政治和军事上才出鲁锋芒 并且一步步成为了蜀汉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 刘备闻得诸葛孔明是一个大贤之才 在徐述的建议下 亲赴邓县拜访诸葛亮 并且和诸葛亮交谈天下事 因此就有了史上有名的龙中队 诸葛亮阐述自己对当下局势的看法 提出了三分天下三足鼎立的战略决策 使得刘备有了清晰的目标 最终大军入川成立了蜀国 史称蜀汉 东汉末年群雄四起 称王称霸的不尽其数 然而在三国鼎立的前夕 以曹操刘备孙权三大势力相濡以沫 同时又相生相克 最明显的就是权力地位地域之争 当时实力最雄厚的就是曹操 因为他是邪天子以令诸侯 诸葛亮为了能实现辅佐刘备成就大业 提出了莲污抗曹的战略 据长江之险抗击曹操 在莲污抗曹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典故 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有戒东风 草船戒剑 戒经舟 三汽舟渝等等 这些在文学作品里是刻画的淋漓尽致 其实就是体现了诸葛亮的超人的智慧 诸葛亮借东风火烧曹军的联营 让曹军想渡将消灭刘武阵营的计划落空 并且为此还损兵折将 最终狼狈逃跑 诸葛亮的草船借鉴也显现了其超人的胆量 三天时间造出十万支箭的承诺 可不是一般人敢做的 这是诸葛亮熟知天文地理 以及气象的体现 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后 诸葛亮更是偶心立血 死而后已 忠诚一代名相 他亲自北伐六出奇山 表现了他匡扶汉士的决心 并且在出征前两座出师表 表明了他对刘备的尊敬 以及完成对刘备脱孤的遗愿 更是表明了他以身许国 忠贞不二的决心 诸葛亮的其他发明 扎马丁只是诸葛亮诸多发明中不足为道的小东西 诸葛亮在一生中还发明了许多东西 他的发明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下面我们来看看诸葛亮的这些发明 第一个发明 木牛流马 木牛流马是诸葛亮最牛的一个发明了 在当时打仗的时候都是以牛马来运粮的 首先运不了多少不说 还有粮草什么的 所以诸葛亮就发明了木牛流马 在北伐时所使用 其载重量为一岁粮 大约四百斤以上 每日形成为特刑者数十里 群形三十里 人不大牢牛不饮食 为当时的蜀汉军队提供粮食 十分厉害 第二个发明 诸葛连弩 诸葛连弩是诸葛亮发明的一种兵器 以前战场上的弩都是只能一发一发的发射 但是诸葛亮把这种弩改装了下 一次可以发射十支简 从而大大的提高了士兵的作战能力 就像当时诸葛亮六出奇山时 士兵虽少 进逼渭河平原 卫军直接不敢应战 可以看得出来连弩有多厉害 第三个发明 孔明灯 相信玩过孔明灯的朋友都知道 他是用白纸忽制阿成的 然后根据热气球原理 空气受到膨胀 产生热力上升到空中去的 在三国时期 诸葛亮被司马懿困在了杨平 无法派兵出去找支援 所以诸葛亮算准了风向 然后用纸制成灯笼形状 然后绑上求救的信号 最终得到了救援 成功脱险 第四个发明 巴振图 大家都知道 当时的蜀国山比较多 所以当时的蜀军都是在山林作战 一旦上了平原 他们的士兵很难跟魏国的骑兵抗衡 所以诸葛亮为了提升蜀军的战斗力 所以就将古代的巴振加以变化 成了后世所传送的巴振图 巴振图纵横各巴行 用资车作为主要掩体 以鼓声和旗帜等指挥军队 士兵排列为八挂形 八门入八门出 此阵不易破解 善于迷惑敌人 十分的厉害 第五个发明 馒头 馒头在现在如今的生活来说 已经是非常的常见 但是在三国时期 馒头其实是还没有的 它的创造者正是诸葛亮 据记载诸葛亮南征般师时 大军行到卤水 正与风起 不能渡河 只要用四十九个人头和牲畜祭祀 便会风平浪静 但诸葛亮觉得太残忍了 于是用面粉搓成了人头状 混上牛羊等肉去替代 名为馒头 后来馒头没有馅的被称为馒头 有馅的被称为包仔 这些发明一个个鬼斧神功 堪称跨时代 都是古代中国人智慧的结晶 也是两千多年的历史瑰宝 不知道大家对诸葛亮这件事 有什么样的评价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其实感谢门了 北断 不过 文字幕上千人 您好 助 in 看看 talked